鱼塘片案面对长达五年的抗争 庚苏在律师团队的协助下 还与迎来曙光 96岁的庚苏 并没有将五个鱼塘的经营权 交给孙子一家 反而转让给他一起经营鱼塘 至少17年的拍档陈女士 他在危难中咬牙关 陪伴庚苏走出困境 以我在这儿认识这么久 过年、过冬 从来没有人来同庚苏 吃过一餐饭 多数是我们跟他出去吃饭 狗味露面的孙子突然杀出 质疑陈女士的认受性 鱼塘之争一触即发 爷爷很不甘心 因为我听他说的话 他说是陈女士哄了他 他管理着 现在他也有点不开心 他觉得他应该不是很清醒 他的名字是否现在是转走了 现在他仍然很含糊 我想真的很可惜 很希望爷爷再澄清 还大家的公道也好 陈女士受尽千夫所指 被指用手段 抢走根叔鱼塘经营权 而孙子一家 就被质疑接走根叔 是否另有目的 更怀疑孙子不让外界接触根叔 究竟是否想软禁爷爷 面对一连串指控 根叔的孙子、孙女 首度开康回应事件 爷爷在这个情况 大家都知道日子不多了 我们其实一心一意 只是想他舒舒服服地 过了预下的日子 他还是很听我们说 他回到家很舒服 他没有反对说不想回家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人会这样说我们 被人说我们软禁爷爷 尤其是对我父母来说 是一个侮辱 盧先生反驳指 自己和爷爷有沟通 更曾帮对方处理 鱼塘骗案一事 我之前不是那么愿意出镜 因为始终… 家草 家草的事 所以等爷爷说完 他做完的事 我们再跟他商量 再跟他聊天 爷爷被人骗的时候 他转名 他去御户处转名 然后我有个朋友 刚刚在那里打电话 跟我说 他说爷爷和两位女士转名 当中发觉有些问题 我才觉得爷爷很有问题 才夜夜报警 或者接着才打官司 至于和根叔 认识了几十年的同村兄弟 林先生 就反驳指根叔被骗后 即时打给他的孙子寻求协助 但孙子完全没有听电话 我听根叔把口说 亲口跟我说 他有打过他的孙子 他的孙子没有他接电话 那个陈女士也打过电话给他 和律师楼打电话给他 就是想了解 根叔的鱼塘 的来龙去物 是怎样被之前那对夫妇去骗 我都没见过这个人 我知道根叔被人骗了之后 我就和一位陈女士 去协助根叔 去过无数那么多次 律师楼 去了很多家律师楼 走访过多少个政府部门 又去了差館报警 整件事这么多年 经过大概是五年左右 我都没见过他所有的亲人 去参与过这件事 出现过也没有 但盧先生就否认指控 指自己有出过钱帮阿爷 因为他说他们申请了法援 然后他们有律师会安排 所以我觉得很放心 我没有再来 再追问他说要多少钱 但我之后 我知道他说要打官司 我都问爷爷多少钱 但他没有一五一 说话给我听用了多少钱 爷爷透露过用了五万元 用了五万元 然后我就给了五万元爷爷 那根叔打官司的时候 你们是否都陪着他吓根叔 打官司 因为他说 杰臣女士说他启动了法律 补协议程序 就不可以透露给大三方听 所以我一直是知道 根叔是去哪里打官司 还有找什么人打官司 但是他不透露给我听 这些这么重要的事情 因为每一宗律师费是多少钱 那我就要跟陈女士去筹这笔钱 从来没有见过其他人 或者他的孙子 有没有出过一元一毫 在我们给了律师费的时候他没有 至于另一个 认识了根叔五十多年的朋友 怀疑根叔的孙子 不参与官司事件是另有原因 我觉得他对根叔很差 就是说了 欺骗了鱼塘的时候 子孙很少回来 我看为何被人欺骗了 你也不回来 帮根叔争取 回来拿鱼塘 大三为街坊说 如果我回去打官司输了 我连律师费也没有买 所以他就没有回来 一直协助根叔打官司的陆大藏 你每天都专程过来 孙子家探望根叔 他用坐行器一步步慢慢走 精神尚算不错 你要爱惜身体,知道吗? 是… 谢谢你 不要客气,是… 我有空就会进来探望你 但我现在原本解决了 你又了解了心事 是… 十分好 谢谢你 你不要这么说… 是… 我这一枝 这个是陆大藏 是… 是… 由美国帮我们 是… 八五枝 是… 我们做大律师 我们总是看到一些 不公义的东西 我们就会帮忙 所以你放心 爺爺他当初一直打算 因为鱼塘不可以买卖 不可以转让 是家族承传 所以爺爺一直的初心都是这样的 但是他现在 他好像欠了别人的东西 他要作出一个决定 然后将自己原本的东西 就当财产 转让给别人 就是用这个途径去给别人 会不会都觉得不舒服 或者难受 会的 因为这几个月 这十几个月 是我们小时候 我们整个家庭 小时候成长的地方 所以 我会觉得有点可惜 但最后也是尊重爺爺决定的 当我们准备跟根叔做访问之际 他亲友不断在根叔耳边 作出提醒 你都不跟人家 转回你的儿子 你今天要讲 知道吗 对 律师和中中山 都不讲 你的意愿 是啊 我的课 应该是归分 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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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我是一個家庭 我是一個兒子,我一定是給她的機構 很聰明,爺爺這樣,知道嗎 你以後有甚麼事告訴別人 就知道你了,知道嗎 做完訪問後 孫子推回爺爺進房間休息 當我們跟根叔獨處的時候 他才說出心底話 我跟他不是事有短短,17年 17年,我會對他保密一次 他不用擔心,不要以為 他幫我這17年,我會白費給他 不會的,我會令他緊張 怕死他,他拿著東西 他這個人是不會的,我知道的 但你會不會把魚塘轉給你的孫子 不會,他在我身上那麼久 我知道要怎樣對人 而孫子一家更加表明立場 拒絕陳女士入後再探訪根叔 我們爸爸媽媽對陳女士 都不是有那麼好的印象 我們都商量過 遍不遍有不必要的衝突或誤會 我們都是不歡迎陳女士來的 因為真的很騷擾到爺爺的休息 他很大聲,很吵 爺爺也剛才有說過 所以我看到爺爺也不歡迎他 我也不想影響爺爺的康復 每次去探根叔說話很大聲 很滋擾,吵著他們的家 其實有沒有這樣的事? 我從來沒有這樣的事 你從來見過我有沒有大聲 那天和你們一起進去 我都沒有說過聲,只是被他罵 然後被他罵我八婆、嘻嘻 那時候我才罵他 我幾次大聲吵過 這些言情是他自己說謊的 陳女士帶我們舊地從游 來到魚塘旁邊的一間小屋 看著這一大片魚塘 陳女士顯得有點感慨 今天能幫到根叔當然開心 不要被人騙了 你覺得算是還到根叔的心願嗎 還到根叔的心願 根叔已經很安慰了 這裡是他創立的 所以他一定爽快回來 現在根叔也說無奈 他現在自己這樣擺佈 根叔花盡大半世時間 用汗水建立輝煌的養魚旺角 他最大的心願就是回來魚塘 度過餘下的人生 這樣他就心滿意足